警方破門攻擊 民宿裡面三十幾名男女 手抱頭趴在地上 警方隨即將人全部上銬 這也是花蓮受封一間民宿 這群嫌犯涉嫌跨境詐騙 用AI變臉假冒中國公安人員 詐騙當地民眾 三十幾名嫌犯 十八號晚間全部遭到檢方生涯 其中還有多名通緝犯 身在其中 現場可以看到牆上坐了假的公安派出所背景 還有冒充公安人員的衣服和帽子 當場不僅查扣多部手機 電腦與現金 還查獲毒品和吸毒器具 據了解他們會先電話詐騙中國民眾 藉口稅入刑事案件 在AI變臉城市假冒北京公安人員 和他們視訊引用民眾受騙上當 至於受騙人數與金額 目前有待警方進言不清查